但是不可廢言的就是說 已經出現了 不可動搖的第三黨 什麼五星級市長 最後現在你看 坐牢的坐牢 破產的破產 棒球場進不去挖 才挖一個棒球場而已 其他的還沒挖 我還跟高雯安說 去小心被XX 高雯安在新出的選舉 他是氣保的受益者 黃珍珊在台北的選舉 他是氣保的受害者 但是你仔細看 他有25% 你要知道在以前你知道 王健軒跟 宋楚瑜選台北市長 也是桑哈都對不對 這兩個都沒有超過5% 大概多少 加起來差不多 3% 4%而已 所以表示當時一旦氣保發動 氣得很乾淨 這次黃珍珊這個選舉 我把他都叫水落石出 這麼強大氣保壓力之下 當然這也是我們戰略上有錯誤 因為當時 打稱之中打大變成全民共敵 變成全台灣仇恩值最高 所以我聽到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他覺得黃珍珊比較好 可是他們怕輸掉 所以氣保這麼厲害的狀態下 還有25% 這表示這一批研究是不投藍不投利 所以這已經 所以台灣已經出現一個很明顯的第三勢力 而且他的DNA是不同 是非藍非綠 很清楚 換到全台灣來講 他當然沒有25% 因為台北還是台灣最先進的城市 但是不可廢言的就是說 已經出現 不可動搖的第三黨 常常是這樣 常常有五星級市長 最後現在你看 坐牢的坐牢 破產的破產 還有那個 棒球長進不起挖 我們這個號稱是最會面的市長 你看台北市有沒有一挖就 就垮掉的工程 沒有部位啊 那個五星級市長 現在變成 已經變成笑話了 才挖一個棒球場而已 其他的還沒挖呢 那個棒球場現在就慘了 不曉得怎麼辦 你那個 因為我也蓋過天府棒球場 他本來那個棒球場 他有規定 要30公分 然後每一層 幾公分到幾公分 要用什麼 那個材料 那你挖一個洞 這樣挖一坑 後來剛才跟我說 他挖17個坑都不及格 那如果一個棒球場 這樣挖17個點都不及格 就這樣完蛋了 你要挖掉重舟嗎 是 那完蛋了 挖掉重舟 那錢什麼算 那你說要驗收嗎 現在誰敢去驗收 所以那個才慘 那個 所以那個 現在不曉得怎麼收攤 我求職 man 我求職員 沒有 但我求職員 疫情 沒有